张萌到底做了什么 能让杨幂这么惊讶 杨幂本想美美地走个红毯 没想到张萌接着采访的机会 竟然当重要联系方式 杨幂当着镜头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有些进退两难 同一场红毯 陈玉琪走到采访区 只有男主持人热情问话 张萌连镜头都没出 这态度也太明显了吧 杨颖一袭全球手穿高定 明明自己已经整理好了裙板 可主持人还是跑了上来 殷勤地帮忙拽了三下 这举动 只能说大宝贝咖位太大 尹儿一袭闪钻长裙 看上去不灵不灵的 由于全身都镶着钻 礼服很是笨重 拍照时 尹儿笨戳地整理着裙板 主持人却就站一边看着 李冰冰穿着拖尾长裙走红毯时 由于拖尾太长 李冰冰怎么也整理不好 两位主持人健壮 琪琪跑来 赶紧蹲下帮忙整理 那叫一个阴晴 同一场红毯 看见刘文走过来时 主持人热情地送上拥抱 而当新人模特王兴宇走来时 三位主持人就像提前商量好一样 无一人搭理 连个眼神都没有 王兴宇停了一会才反应过来 只好尴尬地走下台去 杨幂走来时 三位主持人热情地迎接 热情地采访杨幂 而当还不太红的徐璐走来时 主持人又集体闭了声 看出端倪的徐璐 只得尴尬地捂着嘴走下去 主持人热情地 主持人热情地点 主持人热情地点